穿着白色外套的上海女子 做完PCR走出检测站 不急着走 回到机车旁 穿戴上雨衣安全帽 拿出另一个人的证件 说要再做一次PCR 变装后想顶替他人做PCR被抓包 结果自己和朋友都被带进警察局 上海做PCR的身份验证 是扫个人的QR Code 因为近期疫情升温 官方要求到11月上旬 每个社区每人每周 至少都得做两次PCR 太多人觉得麻烦 干脆就把QR Code 集中给一个人顶替检测 9月以来至少80人 涉嫌带坐PCR被警方逮捕 便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在方叉二号的基础上 又紧急建设了方叉一号医院 大陆十一长假后 疫情反弹 9号单日新增1939例确诊 刷下近一个月新高 主流媒体人民日报 对疫情防控发表最新评论表示 大陆国内疫情传播风险还没降低 民众应该克服麻痹思想 对防疫政策有耐心和信心 坚持动态清零不躺平 才能降低疫情对民众正常生活的影响 TVBS新闻将进名李明珍 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